美国是每过十年要进行一次大的人口普查 上一次人口普查是在2010年 2020年的人口普查将会在今年进行 每次人口普查完成之后 这个数据的分析处理需要花一些时间 真正的比较详细的这个人口的数据分析报告 将在一两年之后才会慢慢的出来 所以我们手上现有的数据还是2010年的 我们看到很多分析报告的数据 可能还都是来自于201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 生活在美国我们特别关心我们华人的情况 我们华人在美国有多少人 过去十年过去的五年增加了多少人 华人主要住在什么地方 华人的年龄层次 婚姻状况等等这些情况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 针对亚裔人口的一份分析报告 这份报告是针对整个亚裔的 当然也包括华人群体了 通过这个报告呢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我们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的基本情况 我也可以了解其他的亚裔群体像印度裔 像菲律宾裔 越南裔 韩国裔等等 这些群体呢 他们在美国分布的情况 美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790年 那是在200多年前了 那个时候呢 并没有针对亚裔所专门的调查 在1860年的时候呢 在加州的人口调查问卷上 开始有了华人这样的问题 到了1870年 是否是华人呢 这样的问题呢 在人口调查中呢 就推广了其他的州 从1870年到1890年 日本人作为一个单独群体 也被加入到人口调查的统计中 从1920年到1980年 又有四个国家 亚洲国家被加入到人口调查中来 他们分别是印度裔 菲律宾裔 韩国裔 越南裔 从这个短短的历史可以看出来 我华人作为一个亚洲的一个国家 来美国还是比较早的 并且很早就出现在 美国的人口谱查的数据中了 在2010年的人口谱查中啊 亚裔指的是啊 你或者你的祖先呢 来自于这些地区 但包括远东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 这主要包括这些国家 比如老挝越南中国印度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群岛 以及泰国等 这点很有趣 它并没有包括在地理上位于亚洲的所有的国家 而是只包含了东亚南亚的一些国家 这份问卷呢 还考虑到了通婚的问题 一些人可以选择填两个族裔 下面呢 我们来看具体的数据 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 亚裔人口增长速度是美国总人口的增长速度的四倍 在2000年时候呢 亚裔总人口有1189万人 而到了2010年 亚裔总人口达到了1732万人 一共增长了542万人 而与此同时呢 美国的总人口增长了2732万人 在这1700万亚裔人口中 有15%的人啊 认为他们自己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裔 这张图显示的是呢 这15%的多族裔的亚裔人口啊 他们的异族的通婚状况 左边是2000年 右边是2010年情况 这里面比例最高的是亚裔和白人的通婚 在2000年的时候 这个比例达到了52.4% 而到了2010年 它又上升到61.3% 再来看亚裔在地理上的分布 美国在地理上分为四个区 分别是东北部 中西部 南部和西部 生活和居住在东北部的亚裔呢 占亚裔总人口的19.8% 在中西部呢 是11.9% 南部是22.1% 西部最多是46.2% 这主要是因为西部的加州和夏威夷啊 拥有大量的华裔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 越来越多的亚裔正在流向美国的南部 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 2010年在美国有1700万亚裔 其中生活在东北部的有340万 中西部呢 有200万 南部呢 有380万 西部有800万 其中南部的亚裔呢 增长速度最快 从220万增长到380万 增长的比例是69.2% 再来看一下各个州的亚裔的情况 因为亚裔人口最多的州是加州 一共有550万 西次呢 是纽约州 一共有150万 第三名呢 是德克萨斯州 110万 拥有亚裔人口最少的州 是怀俄明州 只有6729人 生活在西部的800万亚裔 主要分布在三个州 加州呢 有550万 夏威夷州呢 有78万 华盛顿州呢 有60万 这三个州加起来呢 就有接近700万的亚裔人口 亚裔人口比例最高的州 并不是加州 而是夏威夷 这个比例达到了57.4% 亚裔人口比例最少的州 是西维吉尼亚州 这个比例是0.9% 亚裔人口最多的10个州呢 分别是加州 560万 纽约州160万 德克萨斯州110万 新泽西80万 夏威夷80万 伊利诺伊70万 华盛顿州60万 佛罗里塔州60万 维基尼亚州50万 宾夕法尼亚州40万 超过一半的亚裔啊 居住在这五个州 分别是加州 纽约州 德克萨斯州 新泽西州和夏威夷州 他们的占比是56.7% 这张地图显示的是呢 亚裔人口在全美国各地分布的情况 颜色越深呢 代表是亚裔人口的人数呢 越多 我们看到亚裔人口比较多的地区呢 包括在东部 有纽约地区 费城地区 华盛顿DC 波士顿地区 最后南是亚特兰大 德克萨斯州的 休斯顿和达拉斯地区 中西部的芝加哥 科罗拉多的丹佛 以及西部的西雅图 文区 圣地亚哥 卢山基 还有 内华达州的 拉斯维加斯 这张地图显示的是啊 亚裔人口啊 在不同地区 人口增长速度 颜色越深呢 代表增长速度越快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呢 在统计的这十年里面啊 亚裔人口在各个州啊 都出现了增长 亚裔在全美国的增长速度是46% 地图上比较引人注目的是 佛罗里达州 这里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 50%到200%的亚裔人口的增长 再来看亚裔人口最多的12个地方 第一名呢 是纽约市 一共有亚裔113万人 第二名呢 是洛杉矶 有48万 第三名是圣河赛 第四名是旧金山 这儿加起来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湾区 他们一共有60万亚裔 第五名是圣利亚哥 第六名是霍努鲁鲁 第七名是芝加哥 第八名是休斯敦 第九名是加州的弗莱蒙特 第十名是费城 第十一名是西雅图 第十二名是加州的萨克拉门多 再来看一下亚裔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 这里有16个城市 第一名是夏威夷的霍努鲁城区 它的亚裔人口达到了68% 剩下的15个除了一个是内华达的城市呢 其余的都是加州的城市 在1700万亚裔人口中 华裔占了400万 这包括21万来自台湾的华人 印度裔有310万 菲律宾裔340万 日本裔130万 韩国裔170万 越南裔170万 再来看不同族裔在地区上的分布 华裔有26%生活在东北部 8.9%生活在中西部 15.7%生活在南部 接近一半 49%生活在西部 同华裔相比 印度裔在各个地区的分布相对比较平均 菲律宾裔有65%的人生活在西部 日本裔则有71%的人生活在西部 可能因为有大量的日裔是生活在加州和夏威夷地区 韩国裔和华裔的分布情况比较类似 越南裔则有32%的人生活在南部 这可能是因为越南是一个南方的国家 人们比较习惯炎热的天气 这张图显示了华裔在加州的人口 占华裔在美国总人口的36.2% 在纽约人口是整个华人人口的15.4% 其次是夏威夷5% 德克萨斯4.6% 新泽西3.7% 印度裔加州是18.5% 纽约州是11.6% 新泽西是9.8% 德克萨斯是8.5% 印尼诺伊是6.4% 这里一共显示了亚洲的六个族裔 印度裔 华裔 菲律宾裔 日本裔 韩国裔和越南裔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 这六个族裔分布最多的州都是加州 第二多的州有三个是纽约州 两个是夏威夷州 一个是德克萨斯州 分别有10%的菲律宾裔生活在夏威夷 23.9%的日本裔生活在夏威夷 和13%的越南裔生活在德克萨斯 这张图显示了九个亚洲的族裔 他们在美国的都会区的人口排名的前五名 这个淡蓝色代表的是华裔 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的都会区呢 华裔的人口排名都进入了前五名 特别是在大纽约区 大湾区和洛杉矶居住了大量的华人 在波士顿 华人的人口呢 也是亚裔人口中最多的 在夏威夷呢 华裔和菲律宾裔呢 并列第一 这种黄色代表的是印度裔 印度裔在美国有接近320万 人口 他们除了在大纽约区相对比较集中以外呢 在其他的主要的都会区呢 的人口相对平均 其中在华盛顿DC 费城 底特律 芝加哥 亚特兰大 达拉斯 休斯敦 他们的人口在亚裔人口中都是排名第一的 这份201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最后呢 我想强调一下这种人口普查报告的数据呢 对国家和对我们个人可能带来影响 对美国来讲 其中的一个影响是他的众议员的产生 美国的众议员呢 是和人口挂钩的 如果一个州的人口增加了 分配给这个州的众议员的名额呢 就有可能需要做调整 人口普查的数据呢 对于我们个人生活来讲呢 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深远的 当我们在求学 择业 或者购房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了解 一个地方 它的人口的成分 族裔的分布等等 这些基本的社会信息 好 再见 感谢观看